原标题 拿破仑曾说 中国是一只沉舍的雄狮 但你知道它后半句吗 说到国外的知名人物 拿破仑是我们中国人 基本上都会知道的一个 有一个著名的典故 就是拿破仑遭遇滑铁炉 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的代表 但是不可否认 他是一股伟大的军事家 政治家 创建了法兰西帝国 成为了法国历史上 真真意义的第一个皇帝 因为拿破仑诞生的年代 与我们中国产生了一定的交集 大航海时代的开启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 比较低落的状态 当时的新政府腐败无能 是众多帝国主义眼中的肥肉 拿破仑在那个时期 曾经评价了一句 话说 中国是沉睡中的雄师 这句话说了一半 就被人们断章取义 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半就是 感谢上帝 他还在沉睡 就让他一直沉睡下去吧 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当时中国的状况 中国作为一个传承人 数千年的文明古国 吉利 史文化的沉淀 还有文明的传承 不是一个区区的列强主义国家可以敌你的 但是由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 让中国这头沉睡的雄师 变得毫无还手之力 拿破仑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我中国本身的强大 但是与当时糟糕的状况 但是回顾今天 中国这头沉睡的雄师 更像是翱翔于九天的神龙 各个方面的发展 算得上是一飞冲天 极有当年八方来朝的趋势 不知道拿破仑看到现在的中国会坐何港响了 他眼中沉睡的雄师 现在已经彻底的苏醒了 并没有像他一样 遭遇滑铁炉之后便一觉不振 一奔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